好 谢谢Simon 刚才祷告让我很得造就啊 我希望我们台上讲得清楚 台下听得明白 希望神通过我这个不配的器皿 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各位 让各位真的是和我同得造就 我们弟兄姊妹们看啊 这个苦难的苦字是怎么写的 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三个十字架下面压了一张口 那这个中文的造字 是不是有一点意味性啊 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 要不停地抱怨吗 但是这个字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抱怨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好 我很喜欢有一部电影啊 几年以前拍的叫做《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这里面呢 有一位他是纪念清华大学 建校一百周年的一部 非常不错的电影 这里面呢有一位这个 原型人物啊 这个是王力宏这个帅哥主演的 他在影片里面的名字叫沈光耀 但是呢他的原型呢 是一个广东的附加子弟 是有这个原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 这一张黑白的相片叫做沈从海 他真的是实际的当中 他也是个高富帅 在中华大帝容不下一张客桌的时候 他弃笔从容 参加了空军 他当时驾驶这个飞机啊 撞向敌机 牺牺牲的时候年仅27岁 那么我们看右边的这张图呢 是这个玉人天皇的叔叔 他的名字叫 昭湘公鸠阎王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 最后这两个字真的是阎王 对应了他的 他的这个作为啊 他呢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司令 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现在据不完全统计 是死了30万人 他逃脱了东京大审判 逃到了美国 他死的时候是94岁 那我们看看这两个人对比啊 一个是青年才俊 忠心卫国 死的时候27 一个是手上血迹斑斑 死的时候94 那是不是应验了一句话 叫做好人不常病 坏人活千年呢 这叫我们如何能心难平啊 意难平 是不是 那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神意论 就是说面对这个苦难 大家都在想 神要么是不公义的 要么就不是大能的 如果他是公义的 他为什么会允许这些 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他是不是大能的 他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 那真实 真正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困惑呢 有一位著名的旧约学者叫阿奇尔 他说 对所有相信上帝大能为善的人而言 苦难无疑是信仰 最大的绊脚石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感 那我们看苦难到底是什么呢 是神的管教吗 是诅咒吗 是因果报应吗 还是末日要来了 才有这些苦难的行为 但是我们知道苦难 它是一种奥秘 我们不知道上面的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就是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 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没有人可以回避的 那么呢 约伯记呢 就是一部关于苦难的书 它甚至可以说是 整个西方悲剧的电击石 我们知道这个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 谁知道 说一下 乔弟兄 乔弟兄非常财食渊博 应该知道 还有哈姆雷特 奥罗赛 麦克白和李尔王 还有希腊很多的悲剧 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是西方所有悲剧的电击石 就是约伯记 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 在西方的文化当中 具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 那我们看到整个约伯记呢 它是一个U字型的结构 就是说呢 约伯呢 它是这个 如果按照时间来说 除了创世纪以外 约伯记应该说是 圣经里面 年就是记录的事件 最靠前的一部 他是一个这个 古代的一个外邦人 是这个主掌时代的一个人 他是也在圣经里记得 他是一个艺人 那么约伯记的这个作者呢 目前呢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们看到呢 约伯记呢 它是一个U型的结构 它一到三章呢 是一个 是一个 开始是一个很快乐的 这个约伯是一个艺人 他又有财产 又有儿女 非常的丰富 那么呢 然后呢 遭遇了飞来横祸 那四章到三十七章 就是他的三个朋友 和约伯的三轮对话 那么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的时候呢 这个上帝显现 就是整个约伯记的高潮 上帝并没有回答 约伯的关于苦难的问题 因为约伯很不愤嘛 当然我是一个艺人 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么大的苦难啊 但是上帝带他去看天象 去看星象 去游山逛水 还有逛动物园 游山玩水逛动物园 好 到了四十二节的时候呢 就是四十二章的时候 就是结尾 约伯呢 就捂住自己的口 不敢问了 因为呢 神太伟大了 所以呢 他是这样一个 U字形的结构 那么呢 有人这样评价 这个约伯记 说他在面对人类 共同的 无法理解的重担的时候 保持了理性的诚实 就是说约伯记 他并不是说 只说好话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苦难 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面临苦难 都有很真实的挣扎 都有很真实的疑问 都有很真实的抱怨 约伯记呢 非常真实的体现了这一点 那么呢 整卷约伯书呢 是这样一个结构 神的恩典是百分之百的 那么呢 蓝色的部分呢 表达约伯跟神的这个关系 一开始关系很好的 遭遇苦难之后 关系降到了最低潮 然后呢 通过神的显现之后呢 约伯认识到自己的不配 认识到上帝的大能 最后呢 关系你看 大家看到啊 这个右上角啊 他的关系 甚至比 这个 一开始的关系 跟神更加的亲密 这也就是说 我们 在遭遇苦难的时候 应该所持的一个 正确的态度 就是呢 比遭遇灾难之前 更加的爱主 这个是约伯计的一个主题 那么 约伯计 有人说它是悲剧 但是呢 我们看到最后约伯 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尾 是不是 有人又说它是喜剧 那有人又说 它是法庭剧 因为它法庭里面 它有很多的 法庭方面的一个 一些用语 它的主题呢 就是有苦难论 神议论 报应论 甚至还有这个 神的主权 甚至还有什么 生态学 里面有一些 那个 生态学的专家呀 也是研究这部书的 里面也研究出 很多的东西来 那么它的文体呢 是一种诗歌体 里面呢 就掺杂了一些叙事 那么呢 我为什么选择 这一段经文呢 因为这段经文 前面呢 是山友跟约伯的对话 是不是 那约伯呢 对神呢 也有回应 但是呢 是一种冷嘲热讽的 是一种很不服气的 那么呢 这六节经文呢 是约伯对神的 再一次的回应 但是这个回应呢 是非常的真诚的 那么下面呢 就接着说 上帝对约伯的 回应的回应 就是给他祝福 因为他完全的谦卑 完全的顺服 完全的敬仰 所以说我选这段经文 那么经文的结构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 对神大能的敬仰 一到二节 那认识之前的自己 是多么的不堪 多么的自傲 自义 好 四到五节呢 就是对神精彩的表白 那么最后一节呢 就是对自己 真诚的悔改 所以这是一个 今天这六节经文的 大概的 这样一个结构 好 那么呢 我们知道 在那个下面之后呢 就是上帝 神对约伯的评价 他说呢 你们议论我不如 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就是他对约伯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逐字 逐节的看这几段经文 那么第一节 约伯回答 耶和华说 这个哈 跟前面的三十一章 三十五节 有个约伯说 约伯评论神是什么 说是以我争论争辩的人 他将自己放在 神的对立面 他甚至在七章二十节 他抱怨神 把他当什么 当剑靶子来射 你看 他把自己看得跟神 是非常的平起平坐的 但是在这里呢 他就是很谦卑的回答 很谦卑的回答耶和华 他就是这个态度都变了 他全然的幸福 态度大变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看完这个天象 看完动物 看完这个山水 他惊呆了 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呢 唯有呢 静默 像 唯有对耶和华 一个正确的态度 就是 来 来 谦卑下来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第二节 第二节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 你的旨意 不能够 阻拦 这个里面呢 出现了一个 知道这个词 在这六节经文里 知道出现了三次 这个词是一个keyword 这个词呢 Vayati 这个词它是 我们知道 希伯来文 它是有主词和受词 这个主词是我 你是受词 大家知道 我爱你 在中文三个字是吧 我爱你 英文也是三个字是吧 I love you 希伯来词 文就一个词 就一个单词 很奇妙 他这是真心的赞美神 是认可神的创造 在创世纪十八章 十四节和耶利米书 三十二章 二十七节里 都说到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 这里有一个 Be impossible 这个呢 是一个双重的一个 就是否定之否定 就是 就是说 万事都能 是绝对是 不是说不可能 就是说 什么都是可能的 在神来说 所以呢 这是一个 肯定的语气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 跟神对话的结果 之一呢 就是 约伯呢 认识神了 神做了那么多的 歧视 神没有直接回答他说 为什么你要遭遇苦难 但是神说 我创立天地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我造这个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我做那个事情的时候 干什么 约伯无以为回答 因为他都不在 他根本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 宇宙的一颗尘埃 他都不在 所以说呢 约伯就心服口服了 所以说 通过这个对话呢 这个结果之一呢 就是认识神 好 我们 各位 在座的啊 都是 高矮胖瘦 也有 有年轻的 有年老的 请问 有身体好的 有身体不是太好的 请问 有没有一个人 可以拽着自己的头发 脱离这个地球 有没有一个人可以 你再有能耐 你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说 我们想超越苦难 这件事情啊 你单靠自己 是做不到的 这个力量呢 一定是来源于神的 就好像我们有 有一个那个 这个很不错的 中间这个图 有一个 充电宝 是吧 你 你没电了 你充 充了几个小时之后 你的手机还是没电了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跟这个 跟这个电源 要接起来 要有这个力量 来源于神 才行的 所以说 我们最终 克服苦难的力量呢 一定是来源于神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也说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 这是不能的 但是在神 万事都能 所以我们在 遭遇苦难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 走近神 亲近神 从上帝那里 获取力量 因为我们自己 真的是 很难很难的 好 那么呢 接着往下呢 约伯认识神了 然后呢 他也认识之前的自己 第三节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 隐藏呢 我知道 我所说的 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 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好 这里呢 又第二次出现了 知道 哎呀 这这呢 是不知道 跟前面的知道 是一个很文字上 很优美的一个对应 前面是说 我知道神 现在的 其实这句话 希伯来原文的翻译 应该说 谁用破坏性的知识 隐藏你的旨意 我所讲的 这些不明白的 奇妙的 来源 于我所不知道的 就是说 这些奇妙的 不明白的事情 只不过是 我不知道而已 是因为我的 是作为人的 没有能力 我不知道而已 其实这件事情 在上帝来说 都是小事一桩 这个 旨意这个词 这个旨意词 跟前面那个 第二节 也有一个旨意 第二节的旨意呢 是指 已经成就的 我知道 你的旨意 是一定能够成就的 这里的旨意呢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 是指一个 未来成就的 就是说 神的旨意 是一个 全辈的旨意 无论是 过去已经成就的 还是将来的旨意 都会要成就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他已经有了一点点 这个谦卑的 这个模样了 那么呢 其实这节经文 就表明 约伯承认 他以前是在乱说 无知的言语呢 这个经常出现在 约伯和三友的 对话当中 那 这个 三十八章 二节也说 有一个说 那个那句话 是神 对约伯说的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 暗昧不明 跟这句话呢 翻译是不一样 但是呢 在原文里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那句话呢 是神对约伯讲的 这句话是 约伯对神讲的 我们知道 你如果重复 一个人的话 表明什么 表明你同意他了 是不是 你只有同意他的时候 你才下意识的 不自觉的 会重复他的话 当初 神对约伯说 谁使我的旨意 暗昧不明的时候 那约伯是 完全的不care的 就是心里面 一肚子的怨气 但是在这里呢 他心服口服 他居然重复 神在前面 说的话了 那奇妙的是呢 在三友和约伯的 对话当中 也是出现过几次 但是以前出现呢 是三友这 传统的神学观 因为三友就是觉得 好友好抱 坏友坏抱 他是非常传统的 整齐的这样一个神学观 他是对约伯的一种嘲讽 就是约伯你遭遇这么大的祸 肯定是你有什么 做的什么不对啦 是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 圣经里说得非常的清楚 说是 约伯是一个义人 义人他也会遭遇苦难的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是说是苦难一定是上帝 对某个人的一种惩罚 不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是三友对神 对约伯的一种嘲讽 说奇妙的事 上帝造了奇妙事 因为你肯定做了不好的事 所以你才遭遇这样的患难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神有他的一些 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 一些这个想法和旨意 这里是神正面的 是约伯在正面的感叹这件事 所以我们在想 义人受苦 也许就是奇妙的事情之一吧 义人受苦 也许就是奇妙的事之一吧 那么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 神的旨意 人是无法掺透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约伯他已经顺服了 为什么 因为神的能力 配得上神的旨意 神他是大能的 如果我们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德不配位 是不是 你位置坐得很高 但是你这个人的德行 不配你坐到这么高的位置 可是神他的能力 配得上他任何的旨意 我们还要抱怨吗 三个十字架 下面压了个口是苦 我们还 这苦字 中国字这个苦 三个十字架 下面压了一个口 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要闭口 要把这个口压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以神对话的结果二 就是顺服 好 那么这个超越苦难 我们刚才讲 超越苦难的力量 是来源于神 那么障碍又是哪里呢 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背对着太阳 往前跑的时候 无论你跑的速度再快 哪怕是百米的冠军 你超过了所有的人 可是你能超得过自己的影子吗 能超得过吗 所以这个时候的影子 为力智为善 由得我 但是行出来 却由不得我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 也不要失望 保罗他尚且如此 我们呢 我们怎么能够 克服这种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祷告 亲近神 求神 给我们力量 所以说真的是 我们一方面要克服自己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在保罗身上 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 我们继续看经文 第四节说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你 求你指示我 那么呢 有一种翻译 翻译后面半句 其实翻译得更好 有另外的一种译本 叫做我要问你 你要告诉我 那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优美的 一个工整对仗的 这个句子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约伯记 它是一个尸体 它是个尸体 尸体它的体材 是一个尸歌体 这个听和说 你看我们看到 听和说第一句 第二句 问和告诉 它是一个反向 这个反译对应的 因为听和说 就是一个反的嘛 是吧 然后呢 问你回答我 是不是又是一个 反向的 然后呢 在这个 在这个听和问 就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 听和问 它是同一个字根 在希伯来文里面 说和告诉 也是同一个字根 所以你看它 非常的优美 它前面呢 是反向 反译对应 这上下呢 又是双向的沟通 它表明什么呢 我们跟神 是一个双向沟通的关系 你看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要问你 你要回答我 是不是有双向 有一个交流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跟神的沟通 不是我们在那 哩啦哩啦哩啦 巴拉巴拉 说 我们跟神 是有 圣灵会感动我们 跟他有一个 相互之间的沟通的 那么这里呢 又出现了 第三次的 知道 知道 在表面上看 是没有的 你要告诉我 在原文当中就是 你要让我知道 那么呢 在西伯兰文里面呢 这个 动词 有七个形式 英文呢 只有三个 就是 圆形 过去式 过去分词 最多呢 加一个现代分词 是不是 可是西伯兰文 动词 每个动词都有七个 Simon跟我学 西伯兰文 学得很辛苦 每一个动词 就有七个形式 那这个是什么呢 你让我知道 是一个始欲动词 你使我知道的意思 这个呢 就是 我看 所以 在 指示这个词 指示这个词 在三十八章三节 和四十章七节里面 也出现过 就是 神与约伯 对字 指责反讽 神要约伯 说 你来指示我咯 现在约伯说 求你指示我 是不是不一样了 约伯的态度 完全地变了 所以说呢 约伯呢 就 不像以前那样 怒气冲冲 牢骚满腹 而现在呢 是很 把自己谦卑下来 求神来告诉他 所以呢 这个 以神对话的 结果三呢 就是他 要向神 寻求真理 好 下面呢 来了一个金句 刚才我们 记不记得 我们的竹林 带我们唱歌 很感动啊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 亲眼 看见你 嗯 这里 这个话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一个叫做 典范转移 就是说 完全地转变 十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 那个时候约伯求神 让 让他看见 让他看见神 在这里呢 他的愿望呢 终于实现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原文的第一个词 这 约伯的这个 愿望实现呢 就是表明 他愿意按照神的方式 来理解 宇宙的创造和设计 而不是按照 他自己的方式 他转变了 他愿意按神的方式 去理解 那么呢 在这个 原文当中 有一个 西马 这个词哈 它是 意思是什么 耳中的传言 二手的 我们知道 二手的呢 一定是 你从别人那儿 听来的 一定是 不全面 不准确 甚至是 不正确的 你没有精力 那就是 人云亦云 道听俗说 间接的 也是这种 理念性的 是别人的 别人的东西 你没有精力嘛 那也是很容易丢掉的 是不是 很容易失去的 但是精力呢 是最刻骨铭心的 任何的理论呢 都是不能够取代 精力的 我们的信仰啊 并不是 只是一堆的知识 而是呢 经历神 摩西在 出埃及记 十九章的时候 他也是亲眼 看见神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以神的对话 结果是 就是转变 我以前只是 听说有你 现在我 亲眼的 看见你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经历神 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啊 就像这个 画中的这个小船一样的 我们行驶在这个 小河当中 这个河流当中 这个河流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礁石 那我们 有一些基督徒 或者说非基督徒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这个困难就像 这个河下面的礁石 那我们想到是什么 有了困难 我们祷告神 我们绕过这个困难 或者我们 属世的人 我们用自己的方法 解决这个困难 可是这个船往前走 又遇到了礁石 那我们 又 又想办法绕过 又有礁石 人生就是 不断地遭遇苦难 遭遇患难的 那我们要不停地绕 不停地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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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很辛苦啊 可是我们 为什么不祈求祷告神 相信神有能力 让这个河水 提高两三米呢 神有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超越他 可以超越苦难的 那么礁石还在 我们还能看见 困难还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要相信 我们已经超越了 我们已经不把这个困难 当回事了 我们完全靠神 可以超越 为什么基督徒 总是喜乐的 基督徒没有灾难吗 没有痛苦吗 不是的 可能神还夹在 基督徒身上 更多的灾难 去试炼他 可是我们 为什么可以 面带微笑 为什么可以 很好的处理 因为我们相信 神有能力 让这个河水 提高两三米 所以呢 其实我们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不再 定精于苦难 因为我们 已经胜过了 所以经历 是人生 最宝贵的财富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节 所以 我们要在破碎当中 以神同行 经历神 比知识更重要 我们再看最后一节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 如灰中 懊悔 这个厌恶这个词啊 在原文当中是 em us em us 它是撤回的意思 撤回 撤回什么 撤回 它是一个 反生动词 刚才我讲到 动词有七种形式 刚才除了死欲动词以外 还有一个反生动词 就是隐藏一个 自己的意思 就是我撤回 约伯说 他在上帝面前 他要说 我撤回我自己的案件 它是一个法律书语 是一个法律书语 其实这个翻译 是很有问题的 他是说 因为他以前不是 一直都觉得 不公平不公平 他要向神 申诉吗 他现在说 好了 我撤回我的案件 我心服口服地 撤回我的案件 那么 懊悔这个词呢 hamati 这个词呢 是说是 对心说话 是改变 哀伤者的心情 这个在 二章十一节里 那三个朋友 安慰 约伯的时候 也用到这样 同样的词 所以这个翻译 所以这个翻译 其实应该 撤回自己的案件 然后在 炉灰当中 用心向自己说话 是 也是一种 也有 这个懊悔的含义 这个蒙灰 这个灰 我们注意到 它说 尘土和炉灰 它其实是同意的 都是 英文都是dust 它是 双重的 强调 这个 蒙灰 这个词 在 圣经旧约里面 是往往表达 一种 强烈的情绪 比如说 那个尼尼威城的 这个 君王和百姓 悔改 都 披麻蒙灰 还有那个 但伊里呢 也是 提到 但伊里 也是蒙灰 然后亚伯拉罕呢 为索多玛 求情的时候 也是蒙灰 以赛亚 以赛亚 其实里面呢 也有这个 蒙灰 它是一种 强烈的 情绪的表达 那个尘土 象征什么 尘土如灰 这就是象征于 腐朽 卑微 你想想 我们 万物 不管是 动物 植物 在它死了以后 若干年 都变成什么了 都变成灰了 是不是 在这里呢 就是 腐朽 卑贱 死亡 这样一个意思 代表死亡 这表明什么 表明约伯 非常的谦卑自己 非常的谦卑 在 炉灰 和这个 尘土当中 懊悔 非常 它是蒙灰 它是一种 举 举哀的行为 就是 有什么哀痛的事情 极其的卑微 不再 有自己 所以呢 约伯呢 认识到什么呢 神 无需向人负责 当然神是会向人负责的 但是人是没有权利去要求神 你一定要对我负责的 神他会负责的 因为我们是他造的 他爱我们 但是人没有权利去要求 约伯就更加的认识神 更加的谦卑 更加的敬畏神 所以以神对话的最后一个结果 就是谦卑自己 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像是淘气 放在烧淘气的窑里面 我们要相信 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上帝没有睡觉 上帝没有停顿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眼睛 始终是看着调温器 上帝的手 是看着那个表 上帝的手始终在握着那个调温器 我们要坚信 上帝让我们承担的苦难 一定是我们所可以负担的 上帝不会放弃我们 上帝在让我们历经苦难的时候 他的手和他的眼都在工作 上帝可以取出一块融化的金条 通过炼金者的苦难 将它变成金金 我们每个人经历苦难以后 就像这个摇气 这个放进去是一堆的泥 出来是什么 非常漂亮的瓷器 上帝就是这样的 来试炼我们 来塑造我们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 苦难是上帝所使用的一把 让基督徒的灵性得以迅速提高的 最锋利的手术刀 我再念一遍 因为我太喜欢了 苦难是上帝所使用的一把 让基督徒的灵性得以迅速提高的 最锋利的手术刀 我把一把重复了两次 因为太喜欢了 sorry 但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上帝并不是说 你就不要说 你就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我们学过这个 Counseling辅导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你要让自己有一个 好好的哀痛的 但是不是抱怨 你要自己有个好好哀痛期 不要压抑 当你难过的时候 你要默想主的死 要祷告 要想念主的话 要把自己的一切放下 交托给神 你要适当地书写 把你的感想什么的书写下来 可能会好 另外就是去运动 打网球 打网球 还要跟弟兄姊妹 有深切的团契 深交的团契 我很喜欢一首歌的歌词 我们一起来读 我先解释一下 大家都喜欢那个彩虹 为什么有彩虹 因为下过雨 是吗 雨很多人不喜欢 因为泥令 天气又不好 很多事也做不成 可是没有下雨的这种坏天气 哪里有彩虹呢 就是苦难呢 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留下美丽的痕迹 就像雨后的彩虹一样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几个记得 好吗 一 二 记得苦难中体验上帝的信实 记得 记得苦难中经历上帝的同在 记得苦难中看清上帝的不可参透 记得苦难中找到自己 记得苦难中谨守自己的口和心 记得苦难中的敬畏以顺服 记得苦难中美丽的痕迹 记得苦难中提升灵性事业 记得苦难中专心等待黎明 好 我自己的约伯记 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见证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 我是一个癌症病人 我现在是第三年 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要五年以后 我现在是三个月就要复查一次 我很像约伯一样的 我很不服气 我说我的身体那么好 我又没有任何的家族遗传病 而且我的性格也很开朗 我也非常爱运动 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些 但是等我进了医院了 我看见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她的头有三分之一没有了 凹进去 一个三十岁的男生 她挂着一个 她得脑癌 那个女生得了脑癌 开颅手术之后 那个三十岁的男生 她膀胱癌 没有膀胱了 走到哪里都要挂一个尿袋子 我觉得上帝好爱我呀 我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发现的 就是还是在可控的这种状态之下 她就是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去接近这些人群 我觉得她让我遭遇苦难 却不至于死 她存留我生命的气息 让我现在还可以去神学院读书 我还可以站在这里 坐在这里为大家服事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我剩下来的每一天 我都是属于神的 我真的是比我得癌症之前 我更爱主 我天天跟他亲密 无间的这种交流 我很感谢他 以前很多的体会我没有的 比如说我去跟弟兄姊妹交谈 他们从我的谈话当中 他们就感觉到 我是一个很浅的 他说你都没有经历过我的苦 你怎么能够跟我谈这些呢 我一听你的谈话 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些 可是我现在上帝把十几二十多个 就是身体上遭遇这种软弱的弟兄姊妹 带到我面前 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们相互之间的共同言语 就多了很多了 所以我真的就像前面 我给大家看的那张图一样 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 遭遇过苦难以后 经历过神以后 有更大的收获 信仰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心里 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 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 重要的一部分 好 我们以一句话来 结束今天的这个分享 超越苦难的力量 来源于神 而不是人 反而人的罪性 尤其会成为障碍 超越苦难的方式 只有是经历神 且结果是完全 有益于人的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容易 有太多太多的 家庭 生活 学习 这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 我请问大家 你怎么样 书写 你自己的 约伯记呢 好 让我们有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 父神 谢谢你 谢谢你 让你的话语 在这里 真的是感动大家 也感动孩子自己 我们知道 人生在世 不如意死有八九 我们每个人 所遭遇的苦难 并不比别人多 也并不比别人少 亲爱的阿爸 父神 求你当我们 遭遇苦难的时候 你指导我们 如何胜过 你教导我们 当我们真的是 经历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任何的苦难 都不是白白受的 上帝你不会让 任何的苦难 白白的 遭遇在我们身上 你会 用这些 让我们 更加的成长 成熟 谢谢你 以上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